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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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過心的溫暖 沒有想要誰償還 沒有人願意孤單 所以希望每天都圓滿 曾經勇敢的承擔 現在不會成為負擔 沒有人願意轉彎 所以越走越心安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絆 風雨多變換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 那麼燦爛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絆 風雨多變換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 那麼燦爛 我都怕不怕 кноп門 你 我覺得這事不可能吧 我听说你儿子病了 好些了吗 好多了 冒昧问一句 你太太是干什么的 我离婚了 那现在有吗 我姐就这样 得谁给谁张罗 我姐也这样 现在做男人难哪 这女人要求越来越高 你要是没事业 她嫌你没出息 你要是忙工作 她又嫌你不陪她 你就是活该 非找那些比你小轮还多的 人家能踏实跟你过吗 都快成黄埔军校了 培养一个 飞一个 这又培养一个 又飞了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不好意思 我们接个电话 陈总 来 给我试点来 喂 妈 怎么了 什么 您别着急啊 我马上赶回去 好 怎么了 我爸不是出事了 我得赶快回去 我得回到老家 对不起啊 周总 我让司机送你吧 不用了 这是你拿着 拿着 叫这个 回头我把密码发进手机上 我送联系线 你们慢慢吃 联姐 等一下 联姐 来 拿着 我不能收 令老师的能收 我的就不能收了 来 周总 我真的不能收 好 不好意思 妈 吃菜啊 打包吧 我看了 这个女孩儿不整 姐 你又来了 你没看出来啊 她跟丽雅强关系不一般 莲杰这么优秀的女孩儿 令海强喜欢的很正常 她也喜欢令海强 你以前没听我的 都在跟她了对吧 我跟你说 你对女人不了解 像莲杰这种女孩儿 要换了别人 跟老总吃饭呢 家里来一电话说出事了 成熟的职业女性 会怎么样 家里会发生了天大的事儿 先放一边 跟老总吃饭最重要 我就喜欢她这点 没那么势力 活得很真实 就这一点会害了你 这有的女人 是靠钱养得住的 有的女人靠钱也养不住 她们要的什么 感觉要你疼她们 爱她们 把她们放在心尖上 你呀 对女人献阴性还行 要说别的 还真不是你的长相 我也希望你找个年轻漂亮的 带出去也有面子 将来生意做大了 就站在你身边 也算是你个人成就的一部分 也算是你们幸福家庭的 形象代言人 可连结不成 我见你啊 找一个吃青春饭的 比如说模特 她们除了会穿衣服 什么都不会 反正她们老了 也很难走秀了 你就是她们 生活的唯一依靠 姐 姐 真不喜欢那种女孩 你说就一漂亮脸蛋 天天看天天看 看几天就烦了 我其实还是想找那种能够 能交流 有气质 有文化的 有文艺范的 你吃亏吃的还不够呀你 行了行了姐 你这事你别管了 你赶紧走 赶紧走 你看看看看 你说你就不高兴 你赶紧走去 我妈管你 走吧走吧 妈 妈 我爸呢 你爸快死了 爸 小切回来了 爸你没事啊 哎呀 你盼着我有事啊 吓死我了你们 快来快来 快快快快 坐这儿 急死我 你爸有事跟你说 你们要把我叫回来 到底什么事啊 是这么回事 你妈呀给你找了个对象 所以我们特意把你叫回来 让你看一看 见一见啊 你们就为这事把我给叫回来啊 那这事还不重要啊 我不见 为什么不见 我在北京工作 工作重要还是嫁人重要 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干什么的 有房有车 多大岁数 比我大点 大多少 其实你们也认识 谁啊 他人特好还特别有才华 谁啊 令海强 你真的跟他呀 你们知道啊 我 我们不信 你怎么会跟他呢 你跟他 会有什么好处呢 他对我好他人好 人好 人好能值几个钱啊 他 他为什么把这卡又还给我的呢 是不是你姐姐又去跟人家闹事去了 别琢磨了 好好跟我姐过日子 大家都安生点 朱姐那儿子 有名的花匠啊 不该你惦记知道吗 对 对对对对 不该我惦记 我都这样了 还惦记什么呀 哎呀 人哪就这样 说别人的时候 都容易着 轮到自个儿了 就难了 我跟你说去淘心窝子的话 哥哥我 是在这条道上摔了跟头的人 你知道 赫阿伯 为什么把女间谍叫燕子吗 人家就是 飞来飞去 飞到你这儿来 把想要的拿到了 就飞走了 哎呀 哎呀 你别太投入了 你好好养着 我走了 喊你说啊 别跟你姐说这事啊 哟 海翔来了 嗯 在这儿吃饭吧啊 哎就是就是 你回去也是一个人 那小丫头呢 我回去了 回去什么回去 帮我做饭 年杰呢 跑了 人家里出了点事 回家了 这不电话没打一个 海翔正为这事着急呢 你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 你这叫瞎操心 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有内心 你多给自己家人操操啊 啊 别一天到晚进操那不相干的了 你换词换词 慢操操操操 我说的是操心的操 都一个字 安强 想想想吗 我跟你姐这才叫两口子 哈哈 过日子不就是图个乐吗 你也得找个这样的 什么事也不能急 急了也没用 打也打不散 这才叫两口子呢 是吧 那年轻小姑娘对咱们来说 那就是甜点 别臭美了 人拿你们当甜点了吗 人积不择食的时候 你们是主食 人吃饱了 你们就是剩菜剩饭 还甜点呢 你们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嫌她年龄大了点 除了这一点 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难道这还不是问题吗 那她年龄大又不是她的错 是让你们把我给生完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都是你惯的 说一句顶一句 妈 不是您原来跟我说的吗 找老公要找一个 人品好 对自己好的 令海祥他就是对我好 而且人品也好 他人品好吗 他比你大那么多 他就不应该喜欢你 就冲这一点 人品就不好 对不起 是我主动的 是我先喜欢他的 小姐 你好好想一想 他比你大那么多 他能陪你到老吗 建军的爸爸和妈妈 两人岁数差不多 他们白头到老了吗 还有我们单位那个李主任 他跟他老公是同学 后来也离了 年龄相仿 就意味着能白头到老吗 你根本就不懂得 什么是婚姻 令海祥前面结了一次婚 他有一个儿子 还有个老母亲 这都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你要是嫁给他 这些责任和义务 你就得分担一半 那您二老 还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呢 他要是举了我 他也得分担对吧 你怎么就不能像秋梅那样 找个年龄相当家境富裕的呢 对不起 我没能免 那你婶给你介绍那么多 哎呦我求您了 您见过那些人吗 啊 那都是什么人呀 我要嫁给他们 我还不如去坐牢呢 你要是敢嫁给令海强 我就死给你看 你臭臭 就这样 来吧 再等会儿 还等谁啊 别找你姐生气啊 等 姐 你是不是又给我在这儿张罗呢 谁给你张罗呀 瞧你的德行 我是谢谢人家公华医生 这次啊 人家给我们帮了多大的忙啊 你姐夫看病挂号什么的 以后啊 还少不了要麻烦人家 对 谢谢 来了 来了 哎呦 别别别不用换鞋 不用换鞋啊 来来 这些啊都是海强做的 他一听说您要来呀 就忙了一整天 来来来来 接个电话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喂 你姐给我爸我妈打电话 说我勾引你 住在你们家 我爸我妈现在不让我回北京了 我坐这儿 海上一会儿坐那儿啊 姐 你来一下 什么事啊 来 我去一下啊 有你这么办事了吗 你这么做会出人命的 你知道吗 你可不能光听那小丫头的 我给他爸妈打电话 他听见了 我也是本着对他负责的态度 也是为你好 你想想 就这么着了 他爸妈的反应都这么大 啊 万一将来有一天突然知道了 那真的会出人命 哎 这事本来就应该早点告诉你的爹嘛 那说和说是不一样的 那你是想怎么着 打算生祖宗教坏的 我没那么卑鄙 是 他们今天儿俩一直都这样 不分时间 不分场合 就是因为太亲了 他就不居礼了 郭医生 别等他们了 你先动筷子先吃 嗯 师叔 没事 等他们 呦 还顺着呢 来来来 赶紧吃 赶紧吃 海强来 坐那儿 来 喝着什么呀 坎强你 喝着什么呀 喝酒啊 坎强 喝酒 爸 记住了啊 以后别老惹你妈不高兴 爸 爸 这事啊 我跟你妈都商量过了 觉得呢 你呢 就先不要回北京 跟你那个出版社说一说 能不能请个长假呀 你知道吧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嫁人 找个好老公 比什么都强 令海翔怎么就不是好老公了 他比你大那么多 从这点上说 他就不是 爸 不是您总教育自己的学生说 这人啊 不分高低贵贱 只有分工不同 人是不能分高低贵贱 那可是找对象 他总得有个高低吧 你要找个好老公 那将来呢 孩子能上个好幼儿园 好学校 能受好的教育 你要找一个比你差的 这辈子能把你累死 呃 现在有句那个时髦的话叫什么 叫拼爹时代 我不赞成这种话 这话说的片面 都不全面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还有点道理 你现在找老公啊 他不是给你自己找 是给你的孩子在找 你不能现在光图 你自己高兴了 你得为你下一代着想 对啊 爸 我就是为了我下一代着想啊 令海翔对孩子可好了 那是对他自己的孩子 那是对他自己的孩子 爸 你没有认识 你没认识 我能走啊 username sole 长官 Jana arguments 好的 amiga garden 哎 什么事 说两句话行吗 你说 你姐一直想撮合你跟我 其实我一直就想跟你姐说 咱俩不合适 她越这样嘛 咱俩越别扭 以后你姐有什么事 你姐夫有什么事 包括你有什么事 你尽管跟我说 可以给我打电话 咱俩之间 用不着这么别别扭扭的 我姐那人吧 我知道 今天我过去 本来想直接把这个话 跟你姐说了 但因为你在 所以就没说 刚才我想了一路了 我想 还是说了吧 早说早了 好 那以后 你要是有什么事 需要帮忙 尽管严失 那我还真有事 想请你帮忙 你说 我有一些旧照片 没有底片了 你能不能帮我 翻拍一套数码的 这个我最拿手了 我再帮你刻套碟 走吧 嗯 你说你 怎么又开始 搓合这个公华跟内海墙子呢 哼 我心思啊 那柳燕是没戏了 他手里头还有一儿子都拿不住海墙 就你弟弟那种人 能是拿得住他吗 马不喝水 墙按头 连马都不乐意 他能乐意 就是一雀驴 这公华多好啊 又是医生 以后看个病挂个号什么的 都成 人长得也大方 他怎么就不成了 我还就不信这鞋了 爸 喂 爸 我妈呢 不知道 她去哪儿了 我这一天都没看见她了 应该是串门上去了吧 爸 爸 我真的回北京了 别别别别 等你妈回来再说 咱们先吃饭吧 公华 你去找海翔啊 海翔不在 他在 那个 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吧 叫上海翔 不用了 公华 其实我们家海翔 那个对你 其实海翔对我没意思 你是不了解我弟弟 他这个人呢 就是不会主动 这个不 我们去美国 他一再嘱咐 让我们给你带礼物呢 艾姐 我和海翔都已经谈开了 你们谈什么了 他这个人呢 就是自尊心强 在这方面特别弱智 他要说了什么 你不高兴的话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您看您说的 我又不是没谈过恋爱 没见过男人 男人要是愿意 早就愿意了 都那么长时间了 那就是不愿意 何必呢 我医院还有事我先走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去 你不累了 彭彭 我得管管 不管不行了这事 你现在跟我到邮局 把这些东西寄了 嗯 要是再让我发现 你和我们家联系 有什么天气 你说什么呢 是你女儿死缠着我弟弟 啊 迈在我们这儿不走 你还说什么呢 你弟弟就是一个流氓 你 你脸上是女流氓 你说谁女流氓的啊 你说说 我这是一个小朋友 你 你说 我的表 我再可以了 放 你 你说 我给你们全打 放 你们说说 这你家都叫什么人啊 这简直就是泼妇行为嘛 那是她姐 她姐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吗 都是一个妈生的 这脾气性格都有一传 我跟你说连姐 这事没伤的 你就老老实实 给我在家待着 不许去北京 那我不工作了 你废得上北京工作啊 我喜欢北京 喜欢北京 喜欢北京 喜欢北京当初为什么 跑建军老家去啊 哎哎哎哎哎哎 小姐啊 这理智和情感 什么理智和情感 什么理智和情感 她这就是蠢 人家稍微对她好点 她就把自己打包整个送给人家 有这么上杆子贴的吗 哎小姐 哎呀你瞅瞅你说话 怎么能这么难听呢 我是被她气的 都是被你惯的 什么女孩子要复制养 养的不知道 柴米油盐 哎你说秋梅怎么就知道 啊人家怎么那么懂事 知道找个自己对自己合适 对家里合适的呢 哎呀以后你说话呀 要先过过脑子嘛 你说个动脑子的 咱们家闺女她不是单纯吗 单纯 都什么年龄了还单纯 十几岁单纯人喜欢 二十多岁单纯 那叫缺心眼 你说当时要是在北京买房 也就买了 也没有现房一说 现在要是在北京买房 得在北京工作 将五年完税证明 你干嘛去啊 你这是干嘛去啊 回北京 你姐可是为了你好 她对人你还不了解 是啊 人绝对是一好人 小蕊一直长了 有什么说什么 有什么说什么 说风就是风 说一句儿去 我藏着叶着 也不想候我 你回去吧 我怎么回去啊 是你姐把我推来的呀 我说你姐来的 她是一个女人 她不了解咱们男人是怎么想的 她老想着一个女人跟男人好 她会不会图你点什么呢 会不会跟你过一辈子呀 会不会把你当成 垫脚石取款机呀 会不会将来 再给你戴绿帽子呀 其实 其实咱们男人 闹这事儿的时候 谁想过以后啊 你就拿丘梅来说吧 哎 我当时能不知道 她早晚的家人吗 是吧 可我就是喜欢啊 你 你喜欢的东西你想拿到手 你不花钱啊 你说你进商店去 你想想 什么东西好你 你不花钱你想给人拿走啊 那你要不花钱你拿 那那叫抢劫 这事儿啊 各男女也一样 你喜欢人家姑娘 占了人家青春了 你还不负责 那就是流氓 你可想好了 别落得跟我一样 你走 开家 我这可是话操得理不透啊 你喜欢连结这事儿 咱们都是男人 站在男人那角度上 我支持你 我理解你 人生在世 咱跑去小时候 跑去老了不能动魂的时候 咱还得跑去那个 为了填饱肚子拼命的时候 能由着自个儿性子来的年景 能有几年啊对不对 就算被一个女人给骗了 怎么了 我觉得像连结这样的 值 我真觉得值 幸福多少钱一斤啊 花钱买得着啊 是吧 我说你起来的 我跟他说了 海强就是 海强就是 取了连结了 把钱在乌乌的都给他了 将来死了 死了能带走吗这东西对不对 再说了人家女孩那青春她不值钱啊 你别说哎 就我这么一说 她还琢磨过劲儿来的 她想通了她说了 以后你的事啊 她不管了 你再说我真抽你 你这不够咬李洞宾吗 我这就为你说话呢这个 你走不走 我怎么走啊我倒是想走 你得把我推回去啊 我不想来是你姐把我推来的呀 好 我曾经勇敢的承担 现在不会成为负担 没有人愿意转弯 所以越走越心难 哦 携手那么难 不怕有千万 不怕有千万 多变态 妈妈 看完了 嗯 还差一手 你不想看吗 不是 我闻到一个糊 会好浪漫 爱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后的人 不怕有千万 那么灿烂 好携手那么难 不怕有千万 爸爸下次再给你做 爸爸 您是不是不高兴了 没有 爸爸是走神了 我朋友儿子的照片 我朋友儿子的照片 放心吧 没问题 生活再平淡 那咱们看一辆程序 我别饿了 嗯 回来了 饭马上就熟了 洗一手吃饭吧 哦 对了 我刚才在厕所 发现了 多了一套刷牙的杯子 翻翻的 真的是翻翻的 不是又怎么样 我知道我妈来闹过 跟你妈没关系 你有困难 暂时住我这儿可以 但是咱们俩 是不可能的 你要去哪儿 乔董 明天我帮你找房子 不用你管 你一个姑娘家 带这么多东西 大晚上都住乔董 你要是不爱一个人 就不要对他太好太关心 就算你养一盆花 你天天浇水 他还会开呢 人的感情盛开了 你就把人家给推开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那我送你 不用 大晚上呢 大晚上怎么了 不安全 你们家安全 你怎么不让我住呀 你别这样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意思呀 如果他不这样对你 你想让他怎么办 你想让他跟你拥抱 接纹 然后脱衣服上床睡觉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你未成年啊 十六岁啊 怎么呀 我告诉你 男人都是贱 你如果让他觉得 就算他不娶你 也可以天天见着你 跟你吃饭喝酒聊天 红颜知己 那他就永远都不想娶你 他会永远把你放在那个 叫朋友的架子上 不过我跟你说啊 厉害强调也算很不错的了 大多数男人都是 什么事都办完了之后 再把你推开 然后跟你说 对不起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你去找更合适的吧 废话 你要早觉得不合适 你早干嘛了 你早把我推开呀 你怎么还在床上呢 都几点了 是今天吗 快点快点 好好好 马上 我这就过来 再等一会儿啊 马上就到了 以后咱该花钱就花钱 这种事一辈子就一回 不花钱请人帮忙 招不起那急 人和人之间都是有这个气场的 如果你跟对方的气场不对 那么对方就会 莫名其妙地不喜欢你 那怎么样 才算是气场对呢 第一 要尽量微笑 不要特别谄媚那种 要自然点 何必非要说医生这个职业 责任太过重大 好像显得你多不愿意承担责任似的 然后就是多说自个儿的优点 你太善解人意了 就这儿吧 这地方不能住啊 一个月三百 我交了四个月的 你要真在这儿住住病来 就不是三百块一个月的事了 我说的不跟我说一声 自己就结婚了 你要这个吧 阿胖 正正经经地找个插不铃的男朋友 谈婚论嫁 你喜欢我啊 我跟你说 你要再这样 以后咱们就不能来了 喂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马上过来 我忘了 好 不好意思 生病了 没有 这要不然 家里出事了 哎呀 再不失恋了吧 你甩别人啊 还是别人甩你啊 现在这女孩啊 可真是了不得 这真是鱼儿离开了水 活不了了 啊 一副养死不活的样子 各位 我重申一下开会纪律 迟到一分钟 罚款一百元 周总出国考察期间 所有的会议和工作 由我来负责 开会 来了来了 好 你怎么回事 人家得着急了 什么 我哪想什么呢 马上开始啊 马上开始 马上开始 我抓拍 长头忘带了 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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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 躺下 对 躺下 你抱着 抱着 抱着 新娘 抱着 躺下 躺下 对 我这一直用广角吓对付呢 这一级背的错误 可不像是你发现啊 临时把你递了过来 不好意思啊 嗨 没事 看看 看看 著名畅销书作家张一维签约凤凰 情感力奏 我是不是你最贪爱的人即将出版了 你好好看看 这怎么回事 知不知道这本书我们订了大半年了啊 我让你盯着盯着 盯着 你知不知道一个作家写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 你就这么给我盯的 啊 不是 他不接受我们的合同 他不接受我们的合同 你干嘛呢 你是摆设呀 鸡打过一次 扣钱 来 来 来 好 好 到底怎么了 要不说我上你们办公室打联系了 你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联系啊 你手机关机 我今天开机了 好吧好吧 那算我错了 我是不是过来看你来了吗 你找我什么事啊 关心你过来看看你成吗 我觉得我们那个李主任 就非得把我收拾得跟条哈巴狗似的 他就高兴了 他真是就这样 真的 我们公司但凡有几个有本事的 都被他给收拾走了 那你是打算当哈巴狗呢 还是打算跟他狗咬狗一嘴毛呢 反正我是当不了哈巴狗 那你现在千万也得忍着 你先得跟人学本事 他脾气大 乱骂人 你们公司都留着他 那肯定是有留他的原因 你先把人家的本事学到手 先别学人家的脾气 我就受不了他骂人 你知道吗 你就想啊 他肯定是跟他老公吵架了呗 是 他早离婚了 所以啊 多值得同情啊 是不是 骂两句就让他骂两句吧 等你什么时候也强大了 像柳燕那样 谁敢骂你 好了吧 好了就回去上班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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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